虚论的最后一个是我们非常喜欢考的一个方法 在各式各样的实验中考同样的观念 叫做控制变音法 控制变音法的一个重点 但并不算是考试的重点 叫做了解什么各种各样的变音什么意思 变音就是会影响一个事情的因素 叫做变音 然后如果你把它数量化 它就会变成所谓的变量变速 变速我们去加热水火的大小加热的时间 它的材质会影响到它的表现出来的温度 所以这些就是所谓的变音变相 把它数量化就变变速或者是变量 然后在控制变音法里面 我们教你的叫做控制变音 叫做操纵变音我改变了A去看看B会怎么样 那个B就叫做所谓的应变变音 应变变音 所以我改变A就是操纵变音 去看看B会怎么样就叫做一变变音 那么C跟珠都保持不变 那个叫做控制变音 就是它的意思 意思 什么叫控制变音 什么叫操纵变音 什么叫一变变音 然后重点是控制变音法怎么做的 控制变音法就是我一次只改变一个变音 我一次只改变一个 所以我总共会有几个操纵变音 一个 然后其他都不变 然后看看另外会怎么样 所以我只改变A 去看看B会怎么样 这样我就知道A会怎么影响B 因为其他都一样 其他都没有变 所以这个实验做完以后 我就会了解操纵变音跟应变变音的关系 于是我就会出一个题目 比如说我问你 我如果敢变了A 请问你B会怎么样 在这里你看到什么关系 成正比成反比怎么样 或者我给你一个实验数据 一堆东西 我问你 我想要知道A怎么影响B 请问你要做哪几个实验 做哪几个实验 输入此类的题目 这种题目在各式各样的实验中出过 非常爱考 就是考控制变音吧 给你实验结果 你告诉我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 我想看到这个关系 我要挑哪几个实验来做 他就是来做 控制变音吧 所以我想了解水量怎么影响到加热后的温度 所以我的煮火要一样 我的烧杯要一样 我的初温要一样 我的加热时间要一样 这叫做我的控制变音 那我只改变谁 我只改变水量 你可以100毫升 一个200毫升 一个300毫升 然后去量他的末温 然后我就会知道水量怎么会影响我最后的温度 就是我们的做法 就这样做 我只改变一个因素 去看最后有什么结果 所以 疑似只会有几个 一个 疑似只会有一个 的操纵 然后去看应变编音会如何 其他都要保持不变 都要被控制住 控制住 所以于是乎你就想过说 我给你托拉股的数据 想知道A怎么影响B 你就可以看出来看看 哪几个实验室改变了A 其他都不变 然后去看B会怎么样 这个意思 所以叫做控制编音法 我再说一次 这个方法非常爱考 考过N变 考过N变 透过各种不同的实验 考同一件事情 控制编音法 所以你要懂得控制编音法的意思 它如何的操作 我怎么样看出来 它们的操纵编音跟应变编音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学习重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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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